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話說本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結果 終於揭中 得主就是聯合國核下的世界糧食計劃署 大熱門特朗普跑不出 但我認為 塞翁失馬 燕之飛福 佳欣 近年獲得這個獎 彷彿都好像受到了詛咒一樣 比如說劉曉波沒有辦法親身去到領獎 但是他 拿獎沒多久就已經走了 又比如說奧巴馬 他完全不知道何德何能可以得到這個獎 完全是沽名釣魚 又比如說昂山素姬 當年世界上很多人都當他是緬甸的民主女神 但是現在上了位以後就走了 所以特朗普失落這個諾貝爾和平獎 就並非壞事 只要他在全世界範圍裏面 繼續推動和平進程 不論他是否得獎 在人民的心目中 他早就已經是無面之王 而且他剛剛還宣佈了 將會在今年年底之前 將住宅在阿富汗的所有美軍 完全撤出 到底是為什麼呢 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特朗普在接受霍士商業頻道採訪的時候就提到 說美軍已經在阿富汗作戰了足足十九年 他一直都很想將所有駐紮在阿富汗的美軍撤回 現在就只是剩下大約四千名的軍人 他剛剛就宣佈了 會在年底之前 完全撤出阿富汗 他還說 美軍遍佈在世界各地 要在這些不同的地方 在完全沒有聽人說過的國家上作戰 這樣就會傷害到美國人 因為 這些戰爭 會使美軍受到嚴重的消耗 而美國必須要時刻為中國 俄羅斯 和其他地方做好準備 比如說朝鮮 特朗普就說得很清楚 是要說明 應對來自中俄朝的威脅 其實俄羅斯和朝鮮 和美國又沒有什麼 領土爭議 或者是沒有什麼主要的紛爭 可能在他的口中就是答單 主要針對來說都是中國 但是他既然說得俄羅斯 也可能是意味著 一旦中國真的動起來的時候 俄羅斯就不會坐在那裡做看官 他很有可能 就是會配合大陸 在背後那裡抽水都不定 尤其是在東歐那邊 趁著美國忙於應付中國的軍事威脅 而不空理他們就走漏了眼 所以特朗普現在說要從 阿富汗撤兵 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因為他就已經喊著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要一起坐在那裡談 而且當時蓬佩奧也在場 當然現在就沒有談到什麼 重要成果出來 但是既然你也肯談的時候 即是說邁向一個好的進展好的方向 好過繼續留美軍在那裡 白白犧牲 或者是牽制著美軍的機動力量 所以特朗普做這件事 他一定有他的心意 另外 為什麼我說 美國現在這樣的行動 主要是針對中國 而俄羅斯是答案 大家記得 MQ-9的無人機 避漿事件 絕對不是 偶然流出 而是刻意流出 如果美軍要做到完全保密機密的話 我相信他們絕對是做得到滴水不漏 但是現在這樣流出了 我認為是刻意流出的 其實就是 故意向大陸發放一個明確的警告訊息 好了 特朗普本屆的任期 不是去到11月 其實是去到明年的1月頭 就算今屆的大選結果 是怎樣都好 特朗普的任期 仍然是有兩個多月 在這兩個多月裡面 什麼事都真的有機會發生 而且 南海和台灣海峽 就已經是成為了 世界上的一個新火藥庫 如果以前巴爾幹半島是火藥庫 現在南海是新的火藥庫 而隨著中美雙方的軍隊 頻頻都有所動靜 那麼這個危機仍然是未能夠解除的 除非說拜登真的是上了台 這個就是一定會解除的 因為拜登是不會 跟中國發生這些衝突的 是會選擇跟中國 做生意的 好了 特朗普跟著又談及到中美貿易戰 他就說如果是由他連任的話 就會繼續對中國加徵關稅 是不會撤銷的 而且他還在訪問當中 踢爆了中國一個慣常使用的 談判技巧 就是要脅美國 如果不肯給中國想要的一切 中國就不會購買美國的粟米 大豆和牛肉 特朗普一句就反過來 說沒所謂 不買就罷就 這樣 實情到最後都是要屈服的 因為這個大豆的問題 我們都論述過很多次 就是因為中國 根本上完全找不到一隻的物料 是可以替代得到大豆的 因為大豆的進口成本實在是太便宜 而中國如果他們自己去研發一些營養劑 或者是其他的物料去取代 生產成本比進口成本更貴 所以到最後都是跪低算數 買你的美國大豆算數 因為這是唯一 最便宜的解決辦法 中國不是太傻了 生什麼產 什麼法 最現成就是便宜的買 這些就是大陸的本質 好了 接著就再講講 關於選情的問題 現在很多媒體在吹捧拜登 說他的全國範圍的支持度 是高於特朗普的10%以上 有些查出來說高14% 15% 我自己的預測就是這樣的 大概就是有兩個結果 第一 就是拜登真的在選票上大勝 而且是贏特朗普很遠距離 因為在主流媒體一起吹捧的情況下 就是有道了一些中間的游離的選民都投了他一份 第二個結果就是 將2016年的戲碼 再次上演一次 即是說特朗普可能會在這個普選票上輸給拜登 但是就會在選舉人票上壓倒拜登 而我認為後者發生的概率就是比較大 尤其是當蓋洛普的民意調查結果出來的時候 簡直就是幫特朗普打了一枝強心針 事實上有很多中間游離的選民 他們就不會怎麼看政綱 不會逐字跟你去看那麼多東西 浪費的那些 他們會看什麼呢 就是看他的感覺 和看他的印象 當然很多人對於特朗普 有一種 先入為主的偏見 所以無論他做什麼 都不順眼 他呼吸都是有罪的 那不要緊 那一批就會投拜登 但是中間游離那一群 既然民調出來的時候 原來有五成九的人都認為 在2020年的生活 是比在四年前的生活好 即是說生活質素是有改善 這件事就很重要 作為選民他當然是想投選一個領導人出來 是能夠帶領得到國家和人民前進的 如果現在做這個 都可以做得到這個效果的時候 那會不會在半路中途換人 來承擔一個這麼無謂的風險呢 中間游離派的選民就是考慮這些 雖然就是很功利主義 但是作為一個選民要顧及得到自己的利益 就是無可厚非的 原來我還看到另一篇的報導 就說有部份人其實是歉於表態的 為什麼呢 因為擔心一旦表態就會被那些左膠來圍攻 尤其是在那些社交網站上面 還有有部份人就怕被那些Black Lives Matter的示威者去搞他 所以又不敢去表態 故此霍氏新聞的民意調查說 到底你想著隔壁倫射投那個是會投誰 為什麼有五成多人都覺得隔壁的投特朗普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投特朗普的人根本上 除了主動隱藏投票意向那些之外 原來還有一班是被動隱藏的 根本上他都不敢說 但是他投票就夠膽投的 投票就只有點票的人看到 又沒有適應 所以這班人到底會否成為 真是 所謂的沉默的大多數呢 那我們就真是拭目以待 如果最後這班人原來是不存在的時候 那可能真的拜登大勝也不奇怪 另外 今屆的投票人數和投票率 都很肯定是會創近年的新高 甚至乎是創了歷史新高也不奇怪 在這樣的情況下 亦都大家可以預視得到 選後的那個爭議 都會是另一個問題 為什麼特朗普要這麼急於 委任這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要令到 在那個比例上 由目前的5比3變為6比3 就是支持他的所謂保守派 就是佔了絕對的優勢 在往後如果真的一旦出現選舉爭議的時候 就會容易處理很多 尤其是佩洛西一早就已經向拜登獻計了 就算他輸了也好 不要像希拉里四年之前那麼笨 一早認輸 是要拿下去 而特朗普也沒有很明確地交代 若然他真的一旦失利的時候 是會和平地交接權力 更何況他一直都說那個郵寄投票 是存在問題的 是很容易造成選舉舞弊的情況 所以這屆選後的那些爭議 相信都是會一羅羅的來 甚至乎選後的競爭 比起選前的競爭更加劇烈都不奇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